好,今天上枝房之前 上枝房之前有一個重要的反應叫做齒化反應 這個齒化反應在我們國中的階段就已經不過了 各位有印象嗎? 有 好 不好意思,我剛才做過實驗耶 做過實驗喔? 對阿 很好 來 我現在... 我現在... 認得嗎? 沒有,我應該不起來哪有 這個結構長什麼樣子 我現在... 這樣... 這樣... 指嗎? 指嗎? 我以為就是氣球 不是啦! 我覺得他是不是有類似這樣的結構還是什麼啊 然後反正他就是那個叫什麼 呃... 紙畫... 欸,紙畫好像記錯了 是照畫我做照畫的實驗 要不然這邊好 蛤? 喔 好... 對不起,我忘記了 剛剛我沒說 剛剛我沒做過實驗 不要吵啦 我還做過實驗呢 好... 啊... 遺到你做過什麼實驗 喔... 不是啦 嗯... 欸,做過實驗呢 好... 你們... 你們... 如果說國中做過實驗的話 應該應該是... 你拿油... 加上... 輕易化那... 大概在七十度C的時候 它會形成... 是... 這個是... 你們在國中所做的... 叫做... 造畫主義 對不對 對 都做過嗎 嗯... 都做過 OK 呃... 我們現在很多... 很多人都會去做手工肥皂 對不對 對 好... 那手工肥皂 呃... 有些人說 你看我用的油很好 用很高級的感染油 製作出來的手工肥皂 嗯... 那... 當這個肥皂形成的時候 請問跟那個油好不好 沒有關係 沒有 原則上是沒有多大關係 所以手工肥皂剛開始 是從哪裡來呢 是從回收的廢機油 開始 有一些環保團體 就把這些回收的廢機油 全部拿來 把它做成... 可以洗手、清潔用的 肥皂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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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樣的一個狀況下面呢 我們今天講指的話 反應是指的 一個有機的酸 跟一個醇 這兩個東西 在硫酸的脫水下面 而形成所謂的... 脂肪 就是油脂 那如果說 今天這個酸 如果說這分子不大的話 原則上這些脂類都應該有它的特殊香味 所以... 呃... 各位現在去化工房 尤其是食品化工房裡面 可以買到各式各樣的香料 那... 這種香料 原則上 都是用化學方式去反應出來的 所以 既然它可以大量的製造 所以說它的單價非常平等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喜不喜歡去吃 姜母鴨 冬天的時候 好晚吃過 我到現在還沒吃過 我不知道吃姜母鴨是什麼感覺 那姜母鴨裡面 不管是炒的時候 或最後燉湯的時候 要加入相當大量的米酒 米酒也就知道 不連瓶 會瓶會兩塊 但是呢 那一鍋裡面 它最少要放三瓶 三瓶一瓶 所以說 它的成本呢 就變成說七瓶 但是七十五塊錢的一個成本 它只要用筍 然後加一指夾的那個米酒香肌 摳一點 那一鍋 就比加三瓶米酒的香味還要下 但是裡面一定能用筍 它就可以省下七十五塊錢的成本 但是呢 它一樣收你七十五塊錢的成本 所以說它就盤斷了七十五塊錢 這就是將你加葉子 在現在運用的這個 十八點檐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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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檐 那些想分自己的東西 在我們身體裡面 原則上是一樣快 只要不碰到這個 原則上所有的化學品 只要不碰到這個 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都很容易地被淹 我們的肝都別可以淹 只是肝被淹 只是肝被淹 那就很容易 這是肝沒有辦法分解 肝沒有辦法分解 就會形成一個叫做 堆積對不對 就全部積存在你的肝裡面 早晚有肝硬化 好 當脂肪 經過一個分解以後呢 它會變成一個酸 跟一個抵三層 這也是造化反應 中間一個非常重要的 所以說它加了七氧化蠟以後 就成為脂肪酸蠟 脂肪酸蠟就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肥皂 所以 有幾個磁具 各位在生活中間 會時常地看到 尤其是 什麼 餅乾啊 饅頭啊 麵包啊 肥皂啊 這些東西 有純天然純手蠟 請問肥皂有一個純天然嗎 沒有 或是經過加工的 嗯 沒有 它的 材料 是 如果說材料成天然 可不可 為什麼 嗯 清雅化蠟 還有呢 肥皂做出來是什麽樣子 蛤 固體 你動作心 有啦 真的有啦 問完演 真的有啦 當你把這個東西放到 飽和食鹽水裡面去以後 浮上來的東西是什麽 蛤 蛤 浮上來是這一個 脂肪磚蠟 沉下去的是哪一個 是甘油 他們做手工肥皂的人說 他們為了使這個肥皂 用起來更能夠有濕潤感 所以說他們就不用飽和食鹽水 去處理這兩個東西 也就是說 他的肥皂裡面有一大堆的甘油 OK 問題在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是 除非說你真的是用 類似什麼 豬油啦 牛油啦 其實那個乳化以後 造化以後也幾乎是乳狀的 那為什麽會形成快狀 那為什麽會形成快狀 你有沒有做不行 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 沒有 爸 我跟你講喔 你們在這邊 有家長來教你們做手工肥皂喔 沒有 有 都是我們做 有 這是家長來做的 家長帶著你們一起做的 沒有喔 自己自己在做的 我來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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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虛 沒有 那家長做的 OK 這間狀物裡面 一定要加上硬化機 喔 對嘛 你那嘴巴可以有什麽弄 都會要來掃握一下 好 然後 加了硬化機以後 才能去壓快 所以說 才會有 快狀物脫 然後呢 他要加一些香 精油進去 這些精油呢 通常都是合成的精油 不是天然的 那天然的話 它會跪死 然後 會加一些染料進去 所以說 它會變成 各式各樣的顏色 那這種染料 也絕對不是天然的 所以 它的材料裡面 除了油以外 除了這個油以外 大概其他全部是化學合成的 所以 純天然 就 破功了 對不對 第二個 純手工 他今天 去 把油加熱 把油加熱的狀態下面 他絕對不可能用手工去加熱 絕對要用機器加熱 對不對 然後呢 他把氫氧化辣 他加進去以後呢 他攪拌 他不可能說 拿個棍子在那邊攪 原則上的話 都是用攪拌器在攪 到最後 切塊 也是用機器在切塊 所以 原則上沒有所謂的 純手工 這一件事 我記得我們大一的時候 被老師騙了 老師就叫我們做造化反應 就給我們一個燒杯 然後給我們一個火力棒 然後呢 每個人呢 就是一個Hot Play 熱 然後在上面 開始加熱 把油加熱 然後把那個氫氧化 這樣子倒進去 倒進去以後 老師說要開始搅 搅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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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 如果我們才剛進化遊戲 各位不要認為那個玻璃棒 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如果說你用玻璃棒 一个角度没有动,只要蹦一下 不是,那个烧杯就蹦一个动 玻璃放牌不容易断,但是你这样蹦蹦敲一下,那个烧杯就蹦一个动 然后老师还骗我,要赔,要赔,要赔 不知道,灯让敲一下,很容易破 读玻璃大学跟私立大学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在哪里 就是,你做实验的时候,私立大学几乎所有的器材都没有造成罪 玻璃大学是没有造成罪的 然后私立大学,你打破一个什么东西,弄丢一个什么东西,倒赔的 玻璃大学就没有造成罪 要钱要的最好,就是中文化 好,那在这样的状况下面,我们把一个油把它加热以后 它会产生一个酸跟一个甘油 甘油品三层很简单 所以,我们因为它的结构非常非常的单纯 我们就不去讨论 而专门讨论是什么呢 就讨论这个酸 那这个酸呢,我们称它为叫做脂黄酸 当脂黄酸碰到丙三层的时候 通过甘油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三酸的甘油脂 所以,TGA和TA 各位检查到身体吗? 好像是这样子 就是,你血液里面的油到底有多少 所以,它就会测你血液里面的三酸甘油脂的量 那这三酸甘油脂的量,如果说越多 就表示你的血液里面的油就越多 既然油越多,就越可能会导致它形成一种沉淀 然后附在你的血管壁上面 使得你的血管就越来越 管径越来越小 当管径越来越小的时候 就会导致一个状况 你血压就会越来越高 所以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 就会有这样的毛病 各位应该不会有 好 好 我们现在就讨论 所谓的脂肪酸这件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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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脂肪酸一共分成三种 一个是饱和脂肪酸 一个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一个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脂肪酸又可以分成顺势跟反式 所以说又可以分成顺势脂肪酸跟反式脂肪酸 那所谓的饱和脂肪酸的定义 就是它除了就是缩鸡 就是缩鸡加文鸡 简单的讲 也就是说在整个它的分子链上面 它全部是单件 然后最后有一个酸出来 所以这个R就是一个丸肌 这种叫做饱和的脂肪酸 这叫做饱和的脂肪酸 好 那什么叫做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呢 所谓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定义 就是含一个丸肪酸 也就是说它的DN 双肪酸 双肩数量DBN等于1 当它的DBN等于1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种状况 这个是反式脂肪 这是顺势的脂肪酸 顺势的脂肪酸 顺势的脂肪酸 那 这边呢 通常来讲 这边最后都会接一个 这边也可能是一个酸肌 这边就是变成两个缩肌的一个问题 好 这边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它有顺势的有反式的 那 它 顺势跟反式 对于我们身体方面 就会有不同的反应 所谓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这边就是含多个双肌 含多个双肌 那这含多个双肌 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會有三個、兩個、四個、五個、六個 越來越多 這種就叫做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這種東西 這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這個東西 人體可自己合成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人體可以自己合成 所以呢 我們就稱為這種東西是 不必須 不是不需要 所以主要這兩個字 不必須的脂肪酸 因為我們人體裡面可以自己製造 然後呢 它就可以跟甘油形成三酸甘油脂 然後呢 成為我們人體的脂肪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呢 人 人沒有辦法自己合成 所以說是 才叫必須的 必須什麼 必須吃 我的聲音那麼有脆肪酸 在你們的獎益上面應該有這個東西 一個歐美加3 一個歐美加6 這兩個東西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我在講脂肪你在看哪裡 啊 啊 啊 喔你在聽說書啊 沒有 沒有 我只是講音還沒跟上的 不 你差很多耶 我還沒翻到 你看看 謝謝 那這兩種東西 各位在網道上面都聽過 歐美加3 歐美加3 歐美加6 什麼 魚油啊 什麼 深海魚油啊 然後 添加歐美加3啊 怎麼樣的 因為 魚油裡面其實沒有歐美加3 所以說 歐美加3是 從 其 從外面添進去 然後歐美加3這個東西 我們人體沒有辦法自己製造 但是呢 對於我們人體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 我們必須要從我們的食物裡面去獲取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對於我們的疑團物質 DNA RNA 都有非常重要的一個 用處在 尤其是 歐美加3 另外一個是歐美加6 那 至於說歐美加 是指手 很簡單 它第一個碳 叫歐美加 然後 中間呢 還有一個碳 第一 第二 第三 這就是這個意思嗎 從 從最後一個碳 定它的歐美加 然後 往回屬 一二三 會有一個雙劍 這種 這種 就叫做歐美加3 好 那如果說這邊還是單件呢 然後 這就是4 然後呢 這邊5 這邊6 OK 這邊呢 就是歐美加6 所以說 各位不必去記這個 你只要知道歐美加3跟歐美加6這些東西 幾乎是人工可以合成的東西 當然 我們能夠從 自來界 從我們的食物中間 去獲得 這樣的東西 對於我們來講 是有最好 那這個東西呢 講衣上有沒有說這個東西的用處是什麼 歐美加6 歐美加6 有沒有 歐美加6 在我給你們的 電子檔上面 他都有介紹歐美加3跟歐美加6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拿 第48页 第48页下面的脂肪酸 A是饱和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的R1R2R3为相同或不相同的饱和亲肌 后面那几个字请你把它化掉 或不饱和亲肌那几个字请你把它化掉 化掉就好了 B不饱和脂肪酸脂肪酸的R1R2R3为相同或不相同的饱和亲肌 B过这几个字请你把它化掉 好 做一个东西 对于你们的大佛发育 因为 我不知道各位大佛师傅还在发育的音乐 应该发育了 我们大佛帮我们去做断层摄影的时候 断层摄影是这样子垂直的这样子摄影下来 所以说他所有的片子要把你的头一片一片一片的切开 切开我们已经看了 然后到达差不多耳朵这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在他的中间会有一个长得像有点像海马的形状 从整个你的头这样子的话 中间会有一个长得像海马的形状 一个不变出来 所以说把这个东西称为 把这个地方称为海马 这个是跟我们的记忆 算是我们的 跟我们的记忆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所谓的所谓的失智症 所谓的失智症 当去做电脑断层的时候 这个海马体都会严重的萎缩 萎缩导致他所有的记忆力全部丧失 然后他也记不得很多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Omega3这个东西 对于海马体 对于我们的大王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 如果说你吃鱼干油也好 或者是说吃一些营养食品也好 如果说他里面讲说他 添加了Omega3这个东西 就是添加了这样的一个脂肪酸在里面 那这一个东西 亚油酸我们的那个6 如果说我们现在像我挡固层膏 三酸甘油脂高 或总板股酸高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 除了靠我本身的运动去消耗三酸甘油脂以外 那这一种脂肪酸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把板股酸或三酸甘油脂 把它转化 变成对我们身体有用处的东西 如果说缺乏Omega6的话 这些反固层膏三酸甘油脂 就可能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产生不必要的沉淀 导致我们血管产生病变 OK 在各位的电脑讲义上面 写的会比较多 所以各位当你去看这个电脑板的时候 最重要的里面叙述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里 这个东西 之所以会被提出来 是因为说 这个不安定 反之这一个安定 所以既然安定 他不容易酸败 这一件事情 本来是因为我最后支撑得太阳 就是 走 肯定是一种化学感应吧 我们这种化学应该不会有问题 各位没有出去打过功 那以后你们读读大学的时候 读大学以后有没有这样的打算 这一件事情 麦当劳 肯德基 罗斯汉堡等等等等这些素食业 他们用油去处理一些食品 炸鸡块等等这些东西 那油当它反复使用的时候 就会产生酸败和状况 也就是说它油会变酸 所以那些食品检验的人员就去他的店里面 去取一些油的样品 然后回实验室 马上就可以去测定出来 它油里面的酸值是多少 当油越酸的时候就表示这个油用的越减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可以依照食品卫生管理法进行开阀 因此不管麦当劳 肯德基这些素食业者 他们一定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当这个油使用过多少时间或多少次以后 整锅油就要换掉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些素食业者所做的管理 在这样的管理下面 各位逛过业势里 三星这边有业势 各位知道吗 每个月晚上有 在那个操场旁边 每个月有一次还是两次 我不知道 我在那边有夜市 可是应该去过 在夜市里面呢 大家都会喜欢吃那些炸的东西 然后那些油就没有人管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去早餐店如果说吃油条 那些油就没有人管 所以在那种状况下面 他们的油一直反复使用 反复使用的结果就是酸值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产生了酸败现象 但是这两种脂肪酸所形成的脂肪 他们两个比较起来 这一个东西顺势的 他不稳定 所以不稳定的话 他就很容易产生酸败 然后呢 他很怕高温油炸的东西 的食用 那反式的脂肪 脂肪酸所形成的脂肪 他很安定 他不容易因为高温处理 而产生酸败的状况 照理说 你是一个业者 你应该会用症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因为被用得比较久 但是最近 前几年就开始 大家因为健康的议题 开始针对于这个反式脂肪 大家都开始注意了 这四个字 各位有没有看过 有 所以我们现在尽可能的说 不要吃反式脂肪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对于我们身体 不是那么的好 所谓的反式脂肪 指的就是这样的脂肪酸 所产生的脂肪 这种叫做反式脂肪 OK 然后这种东西呢 原则上 在我们植物油里面比较多 反式脂肪呢 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反式脂肪 反俗动物的来水里面 的脂肪 几乎都是反式脂肪 所以到底要喝全脂来很好 还是脱脂来很好 就有健一健的脂肪 对不对 按照健康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喝多脂来 因为把那些反式脂肪呢 把它麻掉以后 会对我们健康会比较好 好 我们休息 好 我们下期待